以色列人在抗野的时候, 神每天都赐予他们麻烦。 今天,神为祂的儿女, 预备了一份属天的灵量, 圣经。 请你, 像以色列人一样, 带着承接灵量的器皿, 领取新鲜的旷野马南。 一段经文, 一篇灵修小品, 一篇信息, 一个吐告。 每日和祢一起领取马南, 陪伴祢每日灵修。 今天的抗野马南是与神同行。 昨日我们读了几段经文, 《罗马书8章9-17》。 今天会与您分享一篇有关 与神同行的信息。 《罗马书8章9-17》。 《罗马书9-19》 十九世纪的致命牧者,解经家·麦尔博士曾经说过, 太阳被放在中央的位置时,各行星的转动就会井然有序, 让主坐在生命宝座上时,一切事情也会变得和谐、平安。 基督徒必须有秩序地和谐、规律地与神同行,与神的步伐一致。 不要只顾自己自私的念头,或者想得到别人的称赞和推崇, 离荣耀自己这种心理,而是要随从圣灵的引导。 罗马书八章十四节,保罗说:"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,都是神的儿子。 诗篇119篇151节,诗人说:"耶吾说:"你与我相近,你一切的命令尽都真实。 卖尔博士在老年的时候,眼并没有芬花,精神也没有衰退, 港道依然充满能力。 考门夫人认为,这是因为她不断与神沟通, 不知不觉间,就在自己身上反召出神的荣耀。 与神同行的人不怕变老,有永生的人不怕死亡, 挑战越大,恩典就越多。 神乐与我们相近,让我们诚诚实实地在肉身中信服祂。 全谦卑的心,每日都与神同行。 以乐与神同行三百年, 他是被主接去之前,已经得到神喜悦他的证明。 希伯罗书的作者提到以乐恩着信被接去,不至于见死。 而以乐早在上古的世代就远远地看见 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。 因为他向神躺开,与神交谈,全无阻隔。 神将关于末世的事情指示给他, 令他能够说出神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的预言。 《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》提到, 神一句说话, 耶和话说:"我所要作的事, 岂可瞒着阿伯拉罕呢?" 神与敬畏祂的人亲密, 将祂要作的事指示给他们。 神并没有对人家是恶, 看着不来。 当那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, 主要亲自从天降临, 要和祂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的火焰中显然。 到那个时候, 祂要报应那些故意不认识神 和拒绝福音的人。 祂要将人的罪追究得清清楚楚。 以乐与神同行, 并且得神的喜爱, 最后被主接走。 这就预表有一天, 教会要被提。 当主再来的时候, 那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, 要直接被提, 不至于见死。 教会被提以后, 世界也就随着结束, 被火焚烧。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也说到这件事。 彼得后书三章七节,彼得说:" 但现在的天地, 还是凭着那命存留, 直留到不敬虔之人 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, 用火焚烧。 彼得后书三章八至十三节, 彼得劝勉我们说:" 亲爱的弟兄, 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, 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, 千年如一日。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 有人以为他担然, 其实不是担然, 乃是宽容你们。 不愿有一人沉沦, 乃愿人人都悔改。 但主的日子要像拆来到一样, 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墟, 有形则的都要被烈火烧化, 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 这一切既然都如此烧化, 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, 怎样敬虔,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 在那日天被火烧就烧化了, 有形则的都要被烈火溶化。 但我们照他的应许, 盼望新天新地, 有意居在其中。 所以,当我们越知道这些事情, 就应当更因勤, 令自己无被占户, 无可指责地在那一日可以安然的见主。 在以乐之后, 罗亚与神同行, 凡吩咐他的, 他都照样进行。 马帝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, 主说:"凡我所吩咐你们的, 都教训他们遵守, 我就尚与你们同在, 直到世界的无聊。 当新生命在我们的里面, 靠着神的恩典, 我们不再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, 而是将心归向神, 紧紧地依靠祂。 与神同行必然的结果就是行义。 主认识哪一个是属于祂的人。 祂说:"凡清呼主名的人, 总要离开不宜。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。 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在外面, 而是在里面。 不是环境, 而是那个不想被改变的自我。 神在我们身上有传判的计划。 我们虽然是软弱, 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, 重重足足的成就我们一切,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 神没有难成的事, 祂说:"有,就有。 命立,就立。 祂说:"要有光,就有光。 祂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, 祂也都照我们出黑暗, 走入奇妙的光明。 以佛所书二章一至三节, 保罗说:"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, 祂叫你们活过来。 那时,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, 随从今世的风俗, 信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, 就是现今在勃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, 放纵肉体的私欲,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。 本为可怒之子,和别人一样。 神救我们脱离了黑暗的权势, 将我们遷到祂爱子的国里面。 我们在祂爱子里得蒙救赎, 罪过得以赦免。 因着神丰富的怜悯, 和祂爱我们的大爱。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, 就叫我们和基督一同地活过来。 以法所书二章六至七节, 保罗说,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, 一同坐在天上,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,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思的恩慈,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汉。 神能够保守我们, 好像以洛和罗亚一样, 在败华的社会风起中, 持守正直, 过正直的生活。 约翰日书五章四节, 司徒约翰说, 因为凡从神生的, 就升过世界, 使我们升了世界的, 就是我们的信心。 神看重我们的信心, 祂看重我们内心的动机。 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至八节, 保罗说, 你们既是无教的面, 应当把旧教随正, 好使你们成为身团。 因为我们如月节的羔羊基督, 已经被杀献祭了。 所以我们守这节, 不可用旧教, 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, 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。 旧约的无教饼只是一个表象, 就是预表我们在神的面前传诚实正直的心, 没有虚荒、没有假模。 《格罗细书》二章十一节, 经文提到, 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格例,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格例。 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, 而是为替我们死而復活的主活。 约韩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, 主耶稣说, 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, 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 牙哥一章四节经文说, 愿你吸引我, 我们就快跑跟随你。 这就是我们心中的情愿, 与神同行的秘诀, 就是每日重新坚定自己的心志, 激励自己的热尘, 就好像信主的第一日。 主是葡萄树, 我们是枝子。 离开了祂, 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。 基督如何在地上荣耀赴神, 我们也心愿好似祂。 主要用水借着道, 将教会洗净, 成为圣洁, 可以献给自己, 作个荣耀的教会。 毫无尖乌, 乃是圣洁无瑕疵的。 祂能够保守我们不会跌倒, 叫我们无瑕无痴, 宽宽喜喜地站在祂的荣耀之前。 祂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, 我们要专心地盼望, 不要沉睡。 而要思想祂在凡事上都给我们作榜样的主。 主知道我们的行为, 祂的眼目如同火焰, 祂的右手拿着七星,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。 我们不能用规条和认识, 代替和祂之间实际的关系。 我们不要自弃, 因为神是轻万不得的。 归正神学家汤姆·华生说, 一个基督徒应该把圣性 当作他最在乎的事。 千万不要做糊涂人, 全虚妄的心, 以为既然我已经得够了, 我就可以松懈, 可以按自己的意思 随心所欲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 不是这样的。 当主将我们买属回来的时候, 我们已经是属于祂的人了。 《哥林多前书》六章二十节, 保罗说:"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,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 主用自己的血, 从各族、各方、各民、各国中买了人。 叫我们归于神。 基督为我们满足了神一切公义的要求。 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了, 是已经被基督用重价买回来的。 在古代的奴隶市场, 有一个奴隶被主人买下来, 他就已经是主人的产业。 所以我们是基督的产业, 是要终身服侍基督。 基督是我们的主, 我们的一切都应该属于祂。 因此我们不要传虚妄的深行事, 而要认真、坚定地操练过荣耀神的生活。 这并不是敬虔的理想, 而是每时每刻生活的实践。 主耶稣从未做过一件不好的事。 祂在地上作人的时候, 祂的每一个思想、每一种行为, 所说的每一句话, 都是神喜悦的。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, 耶稣说:"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, 不是要按自己的以施行, 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以施行。 我们的身体不可以成为满足邪情私欲, 等着扭坏的工具。 而要在重有生命气息的时候, 在肉身中间, 遵行神的旨意, 将肢体当作异的器具, 献给神。 不要说, 我的身体是自己的, 我喜欢怎样, 便怎样。 这是我的身体自主权。 千万不可, 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, 是归主为圣的, 要凭上帝之恩, 成为圣结的殿, 一生洁力与神心意保持一致。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, 圣灵会为我们担忧。 我们要悔改, 回转依着神的意思优秀。 不是自我辩护, 而是从神的角度看自己的罪。 当我们得知真道以后, 就不要再回头, 走在错误的道路中间。 这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, 要我们活在祂的旨意中, 与祂同行, 扶将圣灵吸那些谦卑倚靠祂, 求高祂的人。 我们的软弱有祂帮助, 父神在祂子民的心中掌权。 祂恩典的大能, 在我们中间征服仇敌, 彰显祂的荣耀和能力。 当保罗说, 你们不是自己的人的时候, 这句话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息和鼓舞。 因为主会为我们负责, 我们原是祂的产业。 祂已经说:"我总不撇下祢, 也不凋弃祢。 主会不断地用美好之物, 使得我们知足, 令我们饱上祂恩典的滋味。 浸言二十七章七节, 所罗门说:"人吃饱了, 厌恶风房的滋味。 当我们侮辱在基督的恩光之中, 这个世界就会对我们失去吸引力。 圣灵帮助我们醒悟为善, 让我们觉悟到, 原来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有能不犯罪的。 当我们好像从死里复活的人, 将自己献给神的时候, 罪就不能作我们的主。 主的道存在我们的心里, 令我们将爱恋可见之物的心, 转向那不可见的主, 跟随祂的脚踪行。 我们会不再迷失在这个必要过去的世界里, 随着祂的浮沉, 而只会是思想主的风范。 因为祂如何, 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。 弟兄姊妹, 我们是神在基督里新的创造。 若有人在基督里, 祂就是新造的人。 藉着重生的洗和生灵的更生, 主使我们与世界有所分别。 试问, 人生还有什么福分, 比每时每刻与神同行, 完完全全地活在神里更好呢? 还有什么生活的方式, 比与神同行更让人感到甘甜和使人喜悦呢? 与神同行要凭信心, 不是靠感觉, 要将自己的生命主权都交托给神。 你将见证神的路是最美好的。 神的应许, 无论有多少, 都是我们今生可以兑现的。 我们纵然失信, 神仍是可信的。 因为祂不能背负自己, 祂决不会误事, 因为祂是神。 神仍是可信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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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集, 我们听了一篇与神同行的讯息。 明天, 我想邀请你一起祷告。 祈求神让我们明白, 何为与神同行? 神仍是可信的, 神仍是可信的。 神仍是可信的。 神仍是可信的, 有尊重感的。 神仍是可信的。 光是可信的。 梁友电台原创节目 旷野玛拿 作者 孙大宗 月月板播音 方爱人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